美麗佳人TV 觀眾朋友們你們好 我是楊佑寧 今天要來為大家做的這道菜 它其實算是一個甜點 那很適合 就是請朋友來家裡的時候 大家配著啤酒 或是紅酒之類的東西 這道菜非常簡單 就是請朋友來家裡的時候 它基本上只需要培根 香蕉 跟Cream Cheese 那如果你可以再多一點點檸檬 能夠夾在上面的話會更好 會更清爽 那它是一道非常簡單 甚至不需要任何調味料的一個 配酒的點心 那現在就是為大家示範怎麼做 其實就是我們要準備一些檸檬皮 然後準備一些檸檬外面的綠色的皮 盡量不要弄到裡面白色 因為白色部分會苦 所以 就綠色部分就會香香 因為培根本身就很油 所以我們不需要我再放那種油 就是用培根的油就可以了 當培根煎到稍微 吃起來脆脆的那個程度的時候 就可以起來 準備在旁邊 香蕉可以先對半切 然後 再來就切一段一段 這樣跟培根差不多大小 然後開始用剛才煎完培根的油來煎香蕉 香蕉其實就煎到軟就可以了 然後上一點顏色 就香蕉有一點上色就好 全部煎完以後呢 把香蕉跟培根同等大小放在一起 那上面放上我們剛剛準備的creme cheese 然後還有檸檬皮 最後要上菜的時候呢 再擠一點檸檬汁在上面 就會是一道非常清爽又很下酒的一道點心 club 你怎麼能做的呢 你到底怎麼能做的呢 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